愛我們的恩主、我們的巴天父 我們能夠稱祢為父 是我們一生人最大的福分 從自己的地方來到美國 能夠有自己的教會 能夠說同一語言 能夠同一個心意來侍奉祢 能夠給錢 在教會裡面得著 彼此傷害的溫暖 我們感謝祢 你留下聖經 當我們不能夠出外的時間 我們每天都有 師徒的時間 有靈修的時間 都能夠得著靈裡面的滿足 給我們有 靈裡面的滋潤 我們感謝祢 因為祢是全能的主 主我們每個星期 能夠在這個時間裡面 在空氣當中 能夠彼此關顧 彼此學習 彼此鼓勵 今晚我們一起查經的時間 你的靈在我們當中 運行給我們有智慧領受 我們說的 能夠真的藉著 你神的話語 在我們當中 能夠有彼此鼓勵 一起能夠 在你的話語裡面來摘根 以至到我們將來 教會開放的時間 我們有預備好我們的能力 我們想好我們的心智 能夠真的 向外來造全福音 我們不是只躲在一個教會裡面 因為這是你的大使命 主我們 我們 等候 我們預備 我求祢真是 給我們有這種能力 給這種熱心 求祢 以下的時間 恭敬擺上 我們這樣祷告奉靠主耶穌 基督食命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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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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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到這個視頻了嗎 大家 看到了 好 看到了 OK 那未開始之前 上個星期我們大致是講過溫習的啟示錄 全本 將很長的長的 將它濃縮到 想問一下大家 我們為什麼要溫習呢 因為就是覺得如果太多東西 又不能夠用得著 我們只是一個豐富的生命 但是我們需要神表我們一個豐盛的生命 豐盛的意思就是我們可以用得著的 不是儲存在銀行 所以用得著的時候我們就要明白很多 熟靈的解釋 的生命的小貫 上個星期我們用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講啟示錄的總結 大家覺得啟示錄其實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 用了那麼多時間 能不能夠得著一些 最重要的東西 啟示錄神 耶穌基督給我們的 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一些 我提一提大家一些 我們未曾讀啟示錄之前 很多基督徒我們自己信了很久的 都覺得只是我們得救就可以了 是不是我們主要是得救的 其實是不是這樣 不是 要得勝 是的 我們需要最後 葉穆斯寫的那本 《願你的國降臨》 告訴我們 得救是一個載體 給我們一個工具 一個 一個 承載我們 的靈命 渡過這個世界的時間 可以去到一個目的地 那個目的地在哪裡 完了七年大災難之後 有什麼發生 完了七年 其實那裡 有千 千禧年 千禧年 是吧 千禧年裡面有很多 在啟示錄裡面說 很多很多東西 動物和人 可以大家相處 好像在伊甸園裡面 我們沒有想過 日光又七倍 有很多很多 好像現在我們在世界上 很多苦難是沒有了 是不是 所以當我們每天早上起床 我們祈禱的時候 我想大家都會念主土文 是不是 我們在天上的福建人 都尊你的名為聲 願你的國降臨 當你念到這句的時間 有沒有想一想 我們讀完《啟示錄》 裡面告訴我們 神的國是怎樣的 將來是沒有死亡 沒有眼淚 什麼什麼都沒有 沒有了那些東西 為什麼它不說有 因為說有 我們都不明白 因為太多東西 我們看不到 神只能夠告訴我們 你在世上最苦惱的東西 是沒有了 是不是 另外就是 願你的子 行在地上 如從行在天上 我們念主土文的時候 不要這樣略過這句 當念到 他的子 而行在地上 如從行在天上 我就想回啟示錄裡面 千禧年 裡面那種 那麼多東西的不同 完全都變化了 所有世界上的東西 完全那些 列國等等的東西 你回去看回那些筆記 有多少東西 在千禧年裡面 我們現在沒有的呢 希望這些東西 能夠幫助大家 不只是知道我們得救 我們要得勝 得勝的時候 有什麼能夠領受 這個就 conclude了 啟示錄 最重要是自己 得勝有一個秘訣 是什麼呢 就是要警醒 記得有十個童女 是不是 每個人都準備的 但是有些童女是沒有油 燈裡面沒有油 沒有油的呢 就是說沒有警醒 只有燈那些 就好像我們得救的 靈魂一樣 我們有信主 我們得救 但是時蘇基督一來的時間 我們沒有好準備 沒有警醒的時間 變成我們就失了這個機會 我們不能夠成為得勝者 跟主耶穌一起在天上的賢夕 安享一千年作和 這個我們就有油 所以分別在這裡 所以今晚我們就開始 由新約最後一卷書 看時錄 一跳跳到回去 舊約的第一卷書 是什麼呢 我們在這裡看看 第一卷書呢 就是啟示錄的 我們知道 舊約和新約在這個螢光幕 大家看到 是不是 有很多 總共有66卷書 大家 基督徒都應該清楚了 我不說那些 舊約是主要講什麼 主題 就是說以色列人的歷史 是不是 注重他們 跟神的關係的互動 他們成功的失敗 是好像一台戲一樣 做給我們外邦人 看到 當你順服神的時間 神就祝福 當他灌疫神 埋怨神的時間 神就會降和 是不是 他們就不是神降和 是他們自己拿來的和 是不是 那我們就有尷尬 可以警醒 舊約更加能夠預告 是預表了 將來基督和他成就的救恩 是一種預表 所以我們經常說舊約 就要有新約的預表來對應 那新約是怎樣呢 好像啟示錄 就是基督在新約裡面 我們就看到基督完成了救恩 舊約就是聖父 準備救恩 新約是基督聖子 就完成救恩 使得救恩臨到萬民 我們相信他的 接受基督的 就能夠得到拯救 進入永恆的榮耀 就是神的角度 是不是 耶穌基督離開了世界 聖天之後 有誰在世界上幫我們 有聖靈 是不是 保衛司 所以聖父是預備救恩 聖子是承傳救恩 聖靈是什麼 是私行救恩 所以我們看到聖經很多時候 我們看一些不看一些 就說 誰得罪聖靈的 就會大禍了 很緊要 變成我們有一個錯覺 覺得聖靈是比聖子 比聖父大 不是這樣的 聖靈就好像我們放子妖 那條線 當耶穌升了天的時間 子妖升了上天 是靠那條線 駁到我們人的手裡 聖靈就是那條線 所以有些人虧獨聖靈 什麼叫虧獨聖靈 就是說如果你明知道真理已經跟你說清楚 你所有人都明白 但是你強行抗拒的 也叫做蝕俗聖靈 那你就有很大麻煩了 就不會得救 因為你自己將尾線都剪斷了 所以聖父聖子聖靈的 position 大家都很清楚 今天說了新約舊約的主要中心 在這裡 我們今天說舊約 就由開始第一卷書叫做《創世記》 《創世記》 我們已經說了 這次潤春在這裡 我們大致話告訴你 我們不講詳細 我們只是講一些絕要 因為我們用了大約兩三次講了整本《創世記》 這次我講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創世記》是什麼呢 是《摩西五經》裡面的第一卷書 而《摩西五經》在猶太人裡面 叫它做《陀拉》 所以我們有一件事明白 當我們教會 我們知道教會是什麼 但是我們去到中東的時間 有一些叫做會堂 會堂裡面就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如果你們還沒進去 裡面有一個櫃 櫃裡面就應該有《摩西五經》 會堂是向東來建的 如果他們猶太人 每有十個猶太人的藍丁 就可以建一個會堂 《摩西五經》就在會堂裡面 所以《摩西五經》是一個特別的東西 以前在舊約的時代 法利塞人、薩都戈人 還有另外幾類的憤罪黨等等 個個都是有一件事 就是《摩西五經》 他們經常爭論有復活沒有復活 有些不同的黨派在爭論 但是他們這麼多的黨派 都是贊成一件事 就是《摩西五經》 所以很多時候 神講到比如現在夫妻 離婚等等的事情 耶穌基督就提什麼 提摩西 給他們什麼 給他們分居 是你們心硬 為什麼要說摩西 因為創世紀是誰寫的 是《摩西》寫的 而《摩西》寫得很清楚 神告訴他們 神做人是我們二人成為一體 神所建立的人不能分開 意思就是說 講到《摩西》的時候 就回到《創世紀》 《創世紀》是《摩西》寫的 所以你們每一個黨派 你們不要爭論 既然你們相信《摩西五經》 那你回到原本神所定立的主體 就是神所建立的 神所建立的就是人不能分開 所以夫妇是不能分開 直至到死為止 那這個《摩西紀》的含意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包括了所有中派在舊約裡面 那些人他們都相信他的 就不會說到什麼《以世傑》書 大家在這裡爭論那些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開始由《創世紀》 《創世紀》有看一看的作者 我們看到的就是《摩西》 他的日期大約1420年 在耶穌之前 他寫了地點在西乃山附近的抗野 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講世界的起源 人類民族的起源 宇宙的起源 以色列民族的起源 他的文體是什麼呢 是聚信文 為什麼我們又不是文學家 為什麼要講文體呢 原來當我們查經的時候要解經 如果你知道他是聚信文的時候 我們解經就是什麼 所有裡面的東西 人物物件 時間 地點等等 地都是用一種什麼 用一種叫做 預表式 用間接的 用這些物件 人啊 地啊等等 間接來啟示一些真理出來 就不會直接說好像羅馬書那樣 你們應該做什麼做什麼 不是這樣 是用人 他那個代表 他在那個時候 在做什麼代表 需要一些什麼真理出來 總共有50本書 這個就很簡單 《摩西記》裡面 整個《摩西記》主要是說什麼呢 說在歷史性的呢 就是說人類的起源 看不看嗎 人類的起源裡面 是說哪四樣東西呢 就有四件事情 四件重大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創世 第二件事情就是人的墮落 第三件事情就是洪水的降臨 第四件事情就是變亂口音 各民族 另外下半段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傳奇性的 就是以色列民族的起源 因為每個人以後的萬民都因以色列民 來得福 所以他一開始就說這個以色列民的起源 以色列民的起源 是說四個人 四個主要的人物 第一個是阿伯拉罕 第二個是以撒 第三個是雅各 第四個是約瑟 那這張這樣的表 簡單說整個創世紀五十卷書 裡面的內容 細節在細裏 起源就是這本是起源的書 神起初創造天地 最主要的所節 整本創世紀就是 耶和華對阿伯拉罕說 阿伯拉罕說 地上的萬族都因你得福 我們是地上的萬族是外邦人 都是因阿伯拉罕而得福 另外就是對阿伯拉罕 信耶穌尊耶和華 就以此為祂的義 義就是說 神和人的和好 自從阿伯拉罕得罪了神之後 神和人已經隔離 靈裡面已經死了 死不是說身體 但是當時 當得罪神的神和人的交通已經斷絕了 因為阿伯拉罕的義 神就和人的和好 和睦 這就是整個創世紀的整體內容 好了 我們看看 用這些圖來看比較簡單 創世紀的內容 很簡單 有四個重要的事件 四個重要的人物 四個重要的事件 有起初 神創造天地 第二 人墮落 人起手 得罪神 但是神很愛人 立刻 神已經預備了救恩 第三件事就是 洪水泛 泛南 起手 第四就是 人更加第二次的墮落 驕傲 巴別塔要比神 神就將他的口音變亂 變成很多種的民族 接著接下來 就開始了 第一個列祖 喀拉罕 就生以撒 以撒生牙角 牙角生 這個約實 整個創世紀 很簡單的就是這樣 全一眼見實 好 我們將他分創 小一點的 神創造天地 神是照著 告訴我們 他招至他們 神是三一的神 所以是眾數 他招至他們的形象來做人 他的樣式來做人 他給我們的責任去管理 我們看到 我們用這個 所以溫習主要是這些地方 神做人的目的是什麼 當我們還沒看這些的時候 如果有微信的人問你 喂 你既然說神 我信神 神做人是什麼目的 無緣無故做人來做什麼 每一樣東西 發明家 發明一把菜刀 他也有一個目的 用來切東西的 一定是做那個人 才知道那件事用來做什麼 所以神做人 是神清楚做人的目的是什麼 神告訴我們 做人的目的是什麼 叫我們人更加像他 像他的形象 我們要變成什麼樣的 好像聖結公義慈愛等等 好像我們那些 聖靈的果子一樣 最後就是結出什麼 結出聖靈的果子 生命的果子 好像祭司的職份 我們有身份的 我們不是一個黑衣 不是一個難民 我們當跟神有關係的時候 我們是祭司的身份 但是在管理方面 是什麼呢 神的目的 我們要管理世界 聖過黑暗 因為現在世界是魔鬼掌權 直到千禧年再來之前 世界還是魔鬼掌權 所以他叫我們管理世界 在黑暗當中 靠神來得著這個能力 結工作的果子 我們在世上用工作來結果子 君王的職份 君王的職份是靠耶穌基督 這個就是創世做人的目的 大家看看 第二個問題 神創造 我們創造了的時候 我們有兩樣東西的分別 神給我們記不記得在伊甸園 我不講過故事了 大家都明白很短的 有一個叫生命樹 有一個叫分別善惡樹 左邊生命樹 如果我們人以前 當我說選了生命樹 我們已經更加象徵 好像神一樣 初期未得罪神的時候 我們可以跟神聊天 赤身露體 都完全沒有羞恥的心 我們與神聯合 智慧與神 在神的裏面 我們一樣都是以神為中心 以神為目的 倚靠神 如果我們選了生命樹 選了生命樹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的元祖 選了分別善惡樹 分別善惡樹 分別善惡樹不是壞的樹 是靠人的智慧 來分別一些東西 不是靠神 所以我們有了這些智慧的時候 我們就 怎麼說 我們自我忠心 我們一樣東西都 我們自己搞定才找神 搞不定才找神 所以就變成 我們怎樣 我們不靠神 我們只靠自己智慧 我們不需要神 意思是我們靠自己 這個就是做了人之後 為什麼會有問題發生呢 是我們自己選擇出來的 當我們延祖做錯了事 選了分別善惡樹之後 因為神是愛 所以他馬上修復 用無花果的樹葉 來遮住我們的羞恥 是不是 但是呢 神用什麼呢 人用無花果樹自己 因為用人的工作 我們看到我們赤身奴隸 自己覺得羞恥就用自己的工作 用人力來做遮醜 但是神怎麼樣 神用皮 用羊皮來做衣服 象徵是基督被殺 來救贖 來把我們救贖 剛才呢 我們自己用樹葉來遮住 是靠自己 神用皮脂來依靠神 就會有這件事發生 所以好像後來 該人獻土產的時間 以及阿伯 見這個羔羊的時間 一樣 是不是 之後呢 完了神人墮落之後呢 過了一段時期 是多久呢 大約八代 由阿多瓦娃一直到八代 去到羅雅的時間 那時候呢 八代之後呢 就開始 人太過多罪的時間 神就起手發二路 就懲罰這個世界 怎麼懲罰呢 他就降下這個洪水 浸了這個世界 那洪水代表什麼呢 洪水代表死亡 和審判 方舟代表基督 所以呢 羅雅一家八口 進了一個方舟裏面 所以我們 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是怎樣呢 我們要做一個 在基督裏面 再成為新造的人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預表了 凡在基督裏的 才能夠逃脫神的審判 而且能夠以主同死同復活 完了這件事之後呢 神和人立約 因為神是愛 有一個天雄露出來 神告訴我們 以後都不會再用水來毀滅人 但是呢 經過了羅雅方舟洪水之後呢 閃含雅忽 他們在各地來繁殖之後呢 經過了大約七百年左右 人又是起手驕傲 又要在那個平原的地方呢 建一個巴別塔 是那個心高氣傲 要爬上去要高過神 神不是只是那個塔的高 是他們的心裏面的高傲 所以神又將什麼 將他們的口音變亂 以致到他們變為很多種的文革 不能夠聚在一起 來抵擋神 來做一些與神為敵的事 那麼你看到這個地圖 巴別塔就在這裡 在這個士拿 旁邊這個地方 在兩條 有法拉底河 和這個底格里斯河中間 洪水之後 天下的人很驕傲 要養自己的名 第二次的墮落 想怎麼樣 想在這個平原的地方 建一個通天的塔 來阻止 神為了阻止人類 這種驕傲的心呢 就變亂他們的口音 那就使人們在各地分散 成為不同言語的民族 這個就是那個歷史人類的歷史 完了這件事件 四件事件 在初一格起 四件事件已經去了一半 初一格起手講四個人 四個特別的人 第一個呢 就是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說 論子孫 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 好像天上的星 海沙那麼多 阿當呢 就是受造族類的祖先 人類的祖先 阿伯拉罕呢 就是蒙召族類的祖先 以色列人 和所有我們以後外邦 基督徒的祖先 阿伯拉罕八十歲 都沒有兒女 就聽自己的妻子的建議 娶什麼呀 娶侍女下格 是埃及的人來的 下格 用人的心 人的力 來做神的事 生了以實馬利 我們在這裏看看 當人靠自己的時候 什麼事發生呢 他呢 就同下格 生了以實馬利 靠自己 天然人的能力 我自己 我看自己八十歲 九十歲 都沒有能力 生肉的了 神開玩笑嗎 這麼久 給我 之後就信自己 不信神 象徵是舊藥的律法 而後來 到了九十歲的時候 薩拉 就生了以實 他生出來的是 靠神的應許 不是靠人的能力 象徵了 我們身藥的恩典 所以以實馬利 後裔是哪些 是現在的阿拉伯人 中東 阿拉伯的人 後來成為以實 後裔 即是以色列人的死仇敵 人靠天然自己的能力 完成了神的計劃 反而現在 是什麼 越當越忙 適得其反 我們知道 看到以前 歷史上發生的事情 人時時都是靠自己 不靠神 下一個人物就是以色 以色是象徵什麼 基督 阿波拉罕 預表 父神 以色和基督 是一種預表 和應驗 以色是阿波拉罕的獨生愛子 基督是誰 神的獨生愛子 以色背著那些柴 上摩利山 他聽他爸爸說 他一樣不會問這個問題 總之上山就是獻祭 他不知道是獻祭自己 耶穌基督也都背著十字架 上加略山 以色順復至死 他都不知道什麼事 總之以色叫他做什麼 sorry 阿波拉罕叫他做什麼 他就去做 耶穌基督也是順復父神 在赫西瑪利園 求神給他拿著這個苦雀 但是神說 不可以的 耶穌基督是順復 以色成為祭物 耶穌基督也都成為祭物 但是以色呢 他去到將近給阿波拉罕 要殺他的時間 神的羔羊在山上 必有餘備 記不記得 所以就有天使告訴他 叫他你不用殺了 因為神看到你信的心意 是不是 所以以色是沒有死 是彷彿像死 但是耶穌基督呢 為我們全人類的罪 從死裡復活 真是在十字架上死了 阿波拉罕呢 就經歷了喪子之痛 是經歷過 但不是真的有喪子之痛 但是他的信心 是真的完全給了神的 是想著殺以色的 但是父神 記不記得在十字架上 耶穌基督說什麼 父啊父啊 阿爸阿爸 你為什麼離棄我 是不是 之後團離 所以我們看到以色 和基督的一個對比的預兆 以色是代表舊約的影子 影子是什麼 不是很清楚的 是慢慢漸進式的 而是新約是一個實體 耶穌基督是把舊約的東西 慢慢實體來顯現實驗出來 應驗出來的應許 第三個人物是說雅各 記得雅各是誰 是以色山兩個兒子 一個叫以素 一個雅各 雅各 雅各的性格 大家都知道 他是要爭著出來的 他的名字叫做爪主 雅各 他的生平裡 立了四條柱 在不同的地方 柱是象徵了信心堅固的 德聖者 記住 我們以前未曾看啟示錄的時候 我們只是覺得 我們做得救者 被得救就可以了 是不是 原來我們在啟示錄之後 我們清楚 我們離開世界 是另外有一個目標的 要去到新天新地 得勝為得勝者 所以是有榮耀的見證人 所以雅各的一生 就是他一團泥 記得嗎 雅各出來就什麼都揉著 他哥哥的腳都要握著他的腳 他想先出的 是不是 之後就被他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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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拉 騙了他 七年之後 又娶了這個 尼亞 之後娶了他自己喜歡的女子 所以 他本身的人是很狡惑 但是始終還有人比他 他一片的泥土來的 是不掌盡一片爛泥來的 但是怎麼樣 神愛他 是怎麼樣 將這些泥土變成什麼 變成堅固的石頭 之後經過高溫高壓 經過很多經歷成為寶石 最後去到什麼 成為一個耶路撒冷 他是天然的人 好像一堆泥一樣 但是得救 因為他後來在這個雅伯道口 天使這個神人下來 和他摔膠在他大腿窩裡 把他的腿打過一下 從此之後改名叫做以色列 以色列的名字就是被神抓住的意思 從此他起手 人的性格改變了 成為一個純服神的人 之後經過很多的經歷 成為一個得聖者 最後是榮耀的教會 雅各的一生就像這個過程一樣 到最後 第四個人物就是約瑟 約瑟大家不需要我講太多 他一個父親很偏愛 很偏心愛他一個寶寶仔 追悉的 他曾經做過什麼事呢 做過一個夢 他的父母兄弟也要為他下拜 從他的兄弟之中 後來出賣了他去到 賣了他因為憎恨他 賣了他埃及成為奴隸 在埃及的時候他的主母陷害他 之後他坐牢 在坐牢裡面他為他走證解夢 之後因為他有解夢的能力 法老有夢的時候也要他解了 後來成為宰相 他拯救後來因為飢荒 雅各就要由加南那邊搬來埃及 他就因為飢荒的時候 搖延了他的兄弟 救了他以色列的全家 寄居在埃及四百三十年 那就是開始了出埃及的 和這個創世紀的一個連接點 那你們看看 剛才說創世紀 講四件事件 四個人物 那你們將他看看 四個人物的生命的成熟的長進的過程 第一個是阿波拉罕 他有四個 建了四個祭壇 他的委身 他一個祭壇用來敬拜 他的人是討告的生命 慢慢地來掌進的 那另外以色列就建了四個水口的井 享受神 同在和供應 那雅各就建了四個柱子 神 給神來改變成為一個見證人 第四個就是藥室 他有四個夢 能夠藉著這些夢有啟示 掌權作和 那這個呢 就是整個創世紀大致 很簡單 一個概括 將它放在我們的心板裏面 將來可以利用到 我們聖靈給我們有什麼感動呢 我們在這個律教抽取出來 用來應用來榮耀神 好了 完了創世紀 聖經呢 這裡整個聖經的王國歷史 以前大家也看過這個 這個表是不是 由阿當 洪水 阿伯拉罕 雅各 藥室 之後寄居在埃及 那麼出埃及就從這裡開始 創世紀大致在這個地方 這個時段裡面就結束 那這次呢 創世紀由寄居埃及 之後出埃及 這兩個地方就是整個 出埃及記的時段 之後就有王國時行 那麼我們有中國的歷史 我們不說那些 好了 出埃及記現在又開始了 結束了這個創世紀 也都是作者摩西 也都是1420年耶穌之前 他就不是在這個西賴抗野 是在這個米甸抗野寫的 那麼他的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講救贖 整個出埃及記就是救贖 記得在埃及被圍勞之家 被神拯救出來 去到抗野之後去到加蘭地 這個拯救 這個救贖 這個是一個主題 以色列是蒙拯救 作聖約的角度 整個民不是說一個人 是整個民族拯救出來 他的民體跟這個創世紀一樣 用間接的方式 人、事物、間接的方式 來預表神的啟示 這個就少了創世紀10章 創世紀有50章 這個又40章 有一個所節 就是這節是講了整個出埃及記的中心 就是什麼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角度 成為聖結的國民 這節是說你要告訴以色列的人 就是告訴整個民族聽 這個所節就是整個出埃及記的 整個民族我告訴你 你們要成為我聖結的國民 成為祭司的角度 歸我爺和華 成為我的如來 這個就是19章6節 那七都埃及記有一個很簡單的表 就是講了 八都埃及記分了三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是什麼 就是成為他們本身是奴隸 有一段前面的時間 在埃及裡面 中間去到抗野 他們就是被救贖 離開了維奴之家 最後進入加南 就是離開 尾到加南 在西乃山的時候 神跟他們立約 給啟示給十屆律例典章的時間 主要的人物有摩西亞論和法老 之後在抗野的時間 有救贖啟示和律法 最後在西乃山的時候 神是他們的救贖者 最重要的概念 這個就是一個conclusion 我們看到 剛才 這個創世紀 簡單來說 創天做地 之後人的墮落 之後有洪水的發生 完了之後怎樣 在吾爾的地方 吾爾是哪個地方來的? 是阿伯拉罕的故鄉 其實伊拉克的地方 是很富庶的 這條河叫做 又佛拉底河 這條河叫做 德格里斯河 兩條地方 夾至中間是巴別塔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非常富庶的 神給的地方 我們看到阿伯拉罕 在公元二千年 就是耶穌出生之前 二千年 大約二千年左右的人物 在這個吾爾的地方 大約有六萬人 是很文明的地方 世界上的大城市 是當時 在我們中國的夏朝 的時間 當時阿伯拉罕就被神呼召 離開自己的本鄉 去哪兒 不知道 神沒有告訴他 你只要帶你的家人 離開本族本鄉 去我要你指示的地方 這個就是阿伯拉罕 跟我們不同的地方 他的信心 他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什麼 神叫他去什麼 就是立刻起床 沒有猶豫 神就指示他去到加南 是要賜給他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 的時候 阿伯拉罕 神跟阿伯拉罕 跟以撒 跟雅各立約 告訴他們 跟這三個列祖 我賜你們後裔 和加南的地方 之後亞國有十二個兒子 就是十二支牌 那十二支牌 在加南的地方 出生後 就一直 後來因為饑荒 就去到埃及 在歐及的地方 過了430年 剛才我們說了 是不是 在那裡 因為饑荒的時候 他們停留在那裡 就過了430年 以色列人在那裡 就繁殖 起手多起力 那大約當他們離開 埃及的時間 離開法老的時間 大約有200萬人 大約有200萬人 有多少 大家如果在香港 來的地方的人 看過去年的 6月9號 是的 有那個 200萬人上街 反送中 你如果看到 新聞報告 那些人頭 完全遮住了街道 一顆人頭有多小 但是全部水舌不通的 那你如果看到那個場面 你知道有多少 200萬人 如果摩西 帶200萬人出來 不是那麼容易 每個人都自我中心 每個人都不是聽話的人 又沒有這樣的交通工具 又沒有這樣的 loudspeaker 你喊一聲都沒有人聽到 所以其實是很辛苦的事情 是不是 我們不說 俗拉及紀裡面 很多細節的事情 我們大概 大家都知道 摩西的故事 是不是 為什麼 是因為法老妒忌 不想知道這些 以色列人在這裏繁殖 慢慢會將他們的 埃及人來推翻 那就起手 下一條命令 要什麼 將所有出生的 一歲的藍丁 要殺光 那當時呢 其中一個呢 就 摩西出了世 他媽媽呢 就要照這個法例 要丟掉他下河 是不是 那麼 他媽媽的 伯仁就將他丟掉下河 但是呢 法老的女兒就撿了他 這個神的安排 那這個細節的事情 我不說了 大家比我更加清楚 波西的出現 在埃及的教育 因為當時埃及是一個最文明的地方 受了教育40年 他成人 那之後呢 就因為看到 他自己的人民 被埃及人欺負 那他就很意氣風法 就是連葬棄成 是不是 將那個埃及人殺了 但是反之呢 好心不行好報 那 被自己的人民 都覺得他好心做壞事 不用你搞那麼多事 搞到我們 更加被法老來刑罰 那所以呢 他之後就發現了什麼 就要逃走了 因為殺了一個埃及人 他要離開 埃及自己要逃亡 去到米甸的地方 那這裡就是埃及地方 這裡就是洪海 那這裡都是洪海來的 那他逃亡呢 就經過陸地 經過這個西奶抗野 就過了這個洪海的尾 陸地來的 去到米甸這個地方 那這個呢 就是他逃亡 40歲逃亡的米甸 是不是 那在那裡就是牧羊 那到80歲的時候 神就有呼喚他 摩西 摩西 你把我的民族 他們很苦 在埃及被人欺負 你代表我 去將他們拯救出來 是不是 當時在荷列山是這樣 來呼喚 呼喚 呼召摩西 大家看過了 當時看到了 燃燒的驚擊的儀仗 在哪裡 在荷列山那裡 燃燒的火焰 就代表神 驚擊就代表人 這裡可能很暗 看不到 這個就是一個預表 那當時呢 聖結的神 和這個卑微有罪的人 是同住 我們看到了 人竟還未遭到毀滅 在神的面前 因為神沒有顯現給他看 只是用燒經濟這個形式 來和他相遇 是不是 怎樣相遇呢 神就 怎樣 80歲的時候 神在經濟火焰當中呼喚 摩西摩西 摩西是怎樣回答的 我在這裏 是不是 我們基督徒 你和我都是信主的時間 我們有沒有經常聽到 神這樣叫你的聲音呢 羅東平 羅東平 我有沒有說 我在這裏 請你用我呢 我們大家有時候 讀聖經的時候 就要看到這些很小的句語 將它放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希望能夠聖靈在我們裡面動工 使得我們 將神在我們生命 每一個不同的計劃成全 我們看到 當神呼喚他80歲 回去帶領以色列人 出開窄的時間 摩西有什麼反應呢 摩西想怎樣 想不想負這個責任 我不行的 我一樣都不行的 我又沒有這樣的口才 我又沒有這樣的能力 神就怎樣 神就說 你不用推了 我給你一條仗 一條仗你一扔落地的時間 就會成為一條蛇 你之後呢 你之後呢 又可以戴上它的時候 它就會怎樣 又變回一條仗 我在你面前 將這個神跡顯出來 證明我的能力 是附在你身上 是吧 第二呢 叫摩西把手放到蓋裡 之後再拿出來的時候 就有大麻風 那他就很害怕 是吧 之後呢 神就叫你再把手放到蓋裡 之後拿出來 就麻風結淨了 這個在摩西面 第二個神跡 來到堅固摩西 讓他不要推膽 第三呢 就是把河水變血 那三樣東西裡面 這三樣東西呢 其實是暴露出什麼 人自己 這幾樣東西的預表 人自己好像魔鬼一樣 是吧 長大麻風是一個罪性 血是一個世界 是一個死亡 當我們接受了神的呼召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呢 我們要怎樣呢 我們要向自己的罪 要向自己死 要將我們的人 變為 釘在十字架上 當我們信主的時候 我們的腦袋要釘死自己 我們在這個大麻風 這件神跡上 我們知道 罪是蒙光照結成 神是 只要我們純服神的時間 我們一切的罪都會被結成 赦滅 之後呢 我們向世界死 記住了 好像我們受針的時間 我們在水裡出來 我們的舊我已經釘死 跟耶穌一樣 釘死在十字架上 我們的舊我 我們能夠活著的是我們的身我 所以摩西不能推擋 神在他身上 在他面前 用三個神跡堅固了他 但是問題就是 摩西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的口才不行 我不會說話的 是吧 但是神怎麼說 既然你說不會說話 我叫你哥哥 大你三歲 他讓你說話好 他幫你 摩西有沒有說話 沒有說話 於是怎樣 就去見法老 但是當我們記得 大家如果看初一集的時候 當他去到法老面前 那十個災難 顯神跡 來凝罰法老的時間 其實最多說話的是誰 不是亞倫 是摩西 所以摩西 我們也要自己反省 我們感謝神 我們很多時候 教會裡面 整天好像每年的時間 選擇事等等 或者我們要侍奉不夠人的時間 教主日學 我們做很多的團計等等 我們有人邀請我的時間 或者有聖靈在你裡面 叫你的時間 你已經上了主日學幾年了 沒有一個人認識 當你有這個託父 你肯預備的時間 神的聖靈會幫你 每一個人都會成長 不會生出來就認識的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像摩西一樣 當你聽到聲音的時間 摩西是推不去的 神告訴你 每一個人都有恩賜 你這麼厲害去推堂神 就是你的恩賜 你這樣口才推神 就是你的恩賜 神就說 你如果你想推我 不如你出來侍奉 在我面前 你沒有恩賜的時候 我會即時給你 所以我們都要警醒 當教會需要你的時間 你要服侍的時間 不要像摩西一樣 因為摩西是給我們一個教導 我們不要再走他的那條路 我們看到摩西 剛才說了 他把那幾支象 和那幾個神跡 叫阿倫在那些 以色列長老面前做出來 所以長老看到這些神跡 都順服了 就怎樣 歸榮耀給神 就跟隨他們了 好了 這件事結束了 他們順服神 摩西準備 由這個米建那個地方 八十歲 見了神在荷烈山 之後說服了他 有這種能力 有神跡的能力 然後他就跟摩西已經結婚了 還有他兩個兒子 騎著雷 就經過這個米建的抗野 就是剛才那個 紅海的尾那裡 你要看到 聖經有說 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 就是剛才紅海尾的地方 耶穌說要見他 想要殺他 為什麼 神又要他做事 為什麼殺他 我們上次說過 為什麼這次再說 因為很有屬靈的意思 因為 摩西有兩個兒子 大那個兒子受了葛禮 小那個兒子未受葛禮 當你做一個 整個以色列民的領袖 將來要帶以色列人去埃及的時間 如果你有些痛腳被人抓住的時間 魔鬼就會怎樣 就會利用他來攻擊你 所以神的牧人 好像我們選牧師一樣 我們看過了 這個提摩太前書 牧師的要件是什麼 第一件事是無可指責 在人面前是無可指責 現在摩西好像牧師一樣 他要帶領人群去離開埃及 他有一件事未做到 他會被人指責 就是他的兒子未行葛禮 因為葛禮是 他是猶太人 和神立約的一個記號 是吧 所以 神要殺他 意思是 他其實可能當時有個大病 不管什麼病 沒說到 是使得他會死的 但是他的太太 知道了可能他們家庭裡面 夫妻裡面有爭執 那老婆就不想讓那個兒子 行葛禮等等 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摩西也沒有跟他爭執 那因為這件事 他要帶以色列人出 那後來他的太太知道 他將近病死 到死 他的太太就要起手覺悟 知道的問題在哪裡 就拿一塊 這個西波拉的火石就是這些 這些以前不能消毒的 可能以前的 這些火石就用來消毒 割下他的兒子的羊皮 就是他的包皮 丟在摩西的腳前 說你真是我血的狼 其實這件事就是應驗了 就是他有一個缺陷 還沒做完 所以他不能夠去帶以色列人出去 這件事 才放了得 記不記得這句 和這句的對比嗎 趙和華是有一個目的的 因為他有一些缺陷 他還沒能夠十全十美 為神來工作 神要他做到十全十美 免得被人指責 之後西波拉說 神講了給他聽 就將他遙述了 西波拉就是摩西的太太 你恩國禮就是血狼 出外國之後 已經完成了這件事 這件事很小的時候 很多人都忽略了 也都不懂得解這段經文 或者沒有解 跳過了 我們知道這件事很重要 過了這件事之後呢 他就是神所潔淨 所縱容的一個神的仆人 開始進入去埃及做神 要拜給他工作 剛才講了 葛禮是什麼呢 在舊約裡面 神和阿布拉罕 和他的後裔立約的記號 記不記得 是猶太人的記號來的 凡行葛禮者 成為神的轉民的一份子 好像拿身份證一樣 在猶太人來說 走了葛禮才有身份證 藍英在第八天就走葛禮 為什麼在第八天呢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想Rose Rose最清楚她做醫療界的 原來我們的血小板 在第八天的時候 是最多 最凝結得快的 因為我們葛禮的時候 會有痛苦 經常流血不止 但是神是創造天地的主 不是科學家 不是聖 因為科學也是藉著神的智慧 是創造世界所有的東西 科學只是一種結果 不是人創造出來 是神 只是知道結果 來利用這個結果 是不是 所以神是最有大智慧的 在第八天 行這個葛禮 這個在聖經裡面有教導他們 就是新藥呢 我們需要行葛禮嗎 我們的葛禮 在羅馬書2章29節 我們不需要 我們的葛禮在心裡面 意義是什麼 脫去肉體的救我 剛才說過 我們的救我 我們信主的時間 我們受診的時間 我們的救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對不對 所以聖靈在我們的心裡面 已經動了一個熟靈的手術 割去了我們的惡習 我們的救我 所以呢 我們看到舊藥 知道新藥 叫我們怎麼來學習 這裏就比較蒙看不到 所以我回到那裏清楚一點 耶和華就對摩西華 你們現在看到法老所行的事情 現在我要你回去跟法老說 和我所行的事情 是有原因的 我所行的是大能 我為什麼要行呢 原因是因為我和你們的關係 我不會為了別人做 但是我們為你們以色列民來做 行的事情是全部那十件事 都是怎樣 是我的大能才能做到 所以呢 這個出埃及比基督律說 我是耶和華 從前 我從前向阿波拉罕以色瓦各 顯現為全能的神 耶和華是全能的神 所以呢 有兩個原因 就是有立約的關係 神為他做這些事情 是因為有關係 第二 能夠做到因為神的全能 所以呢 我們一直看下去 他回到埃及的時間 走過幾樣事情 是什麼問題呢 我們在這裡看到了 走這些事情全部是什麼 耶和華和他們什麼 我和你們是要做救贖的工作 在這個藥裡面 我們要救你們 是不是 那耶和華呢 是和他們因為有關係 才會有應許 所以藥裡面有救贖 有拯救 有應許 應許就是什麼 應許他們將來成為我的指紋 你信從我的時候就得福 你背叛我的時候就有和 那這裡看到了 這些很長很長的聖經 記不記得大家如果看《出海盜記》呢 我想你要看幾個小時才看得完 就是當摩西和阿倫 去到法老面前 要求他給以色列人出去 視奉耶和華 在抗野 法老就很多 第一、二次等等 因為摩西有那個象在手 又變血等等 這些十個災 我不會詳細說 大家回去看《聖經》 到最後 都不讓他們出的時候 神就怎樣 殺法老的長子 這個埋身了 入獄了 到了他的長子 長子好像我們中國人一樣 是一個傳統 是要傳宗接代 他的皇位是給他 但是長子都殺的時候 法老就起手 不敢再推堂 起手讓以色列人離開埃及 我們看到 離開埃及的時間是什麼時候呢 法老給他們出 還要趕他們出 因為你再在這裏 就有很大的禍 連我長子都殺 所以離開埃及的時候 我們大家看看 猶太人有一個猶太曆 這個紫色的地方 好像我們中國人有一個舊曆 他們未曾有聖經 舊曰的時間 他們正在走他們的曆法 他們的七月 猶太曆 這裏就是他們的文曆 猶太曆 就是肉身的曆 好像我們肉身出世 我們生日就是肉身的出世 所以猶太人在七月的時間 耶和華就在這句聖經講 出一句十二章二節講 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 為一年之首 當猶太曆的本月就是七月的時候 他說你將開始一個聖曆 聖經的日曆 就是你猶太曆的七月 你就要它為正月 一月開始 由這一天來對比數下去 它的猶太曆七月 你就叫做聖曆的一月 這一天十四日 就是如月節那晚 你就要殺藥膏 將它的血涕在門眉那裡 天使經過夜晚 看到門眉有血 就不會進去你家 傷害你的長子 這個就是如月節的開始 他們在裡面就要燒羊膏來吃 還有那個無烤餅等等 如月節在十四日 一月十四日 其實是七月 他們從這一天開始 從那一天開始 就開始一個新的猶太 這個聖曆 從十四日到十五日到二十一日 七天 就開始七天裡面吃無烤餅 就是那些餅 因為他們闖絕離開 這個埃及的時間 沒有時間去烤 但是有一個預表 就是無烤餅代表什麼 代表聖結 所以這個聖曆 是有一個代表的 是代表什麼 熟齡的出生 熟齡的開始 記住了 本身的舊曆 猶太曆 是代表他的育生出生 聖曆 由他們的七月 變為一月開始 就為這個聖曆 就是熟齡的計算 熟齡的日曆 而我們 中國人 或者在外國 外邦人 我們有個陽曆 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的三月 四月頭 就是四月頭的星期 就好像復活節一樣 對回他們的一月 這個表好像很複雜 但是你們呢 在你們的網站上 或者在我訂購的時候 你們遇到聖經的舊曆的時候 看到這些東西 你一開出來看 你就明白 他在說的日子 跟我們的陽曆 是怎樣對比 他們的春天 是在他們的七月 這是我們的十月 所以我不再浪費時間在這裡 慢慢來研究才明白 好了 我們看看 大家記得 耶穌最後一個星期 在這個入耶路撒冷 不是有這個中樹節 記不記得 大家記得嗎 在1月10號 在猶太曆 剛才講的1月10號 猶太曆 我們看看 1月10號什麼時候了 1月10號 1月10號 1月10號在這裡 1月10號 猶太聖曆 又有這個聖曆 1月10號 有時候耶穌基督 在那天 就是如月節 明白嗎 耶穌基督 入耶路撒冷 騎著這隻爐 入耶路撒冷 是星期日 也是他們的聖曆 1月10號 是如月節那天 所以他們那天 就起手什麼 拿一隻羊羹湯了 在他們裡面 全家就在裡面吃 之後經過7天 剛才說過 是什麼 無酵節 就是吃個無酵餅 7天裡面 他們要聖結 守聖結 直到14日 14日 14日 Sorry 這裡說錯了 這裡在耶路撒冷 他們一直去到這裡 才是如月節 說錯了 那裡要預備 如月節 祭司 記得耶穌被祭司 入了耶路撒冷之後 被祭司 文士來到質問 記不記得 過了一個星期 到如月節那晚 對不起 剛才我說錯了 傍晚的時候 殺一隻羊羹 14日 如月節來的 晚餐吃聖餐 耶穌建立主餐 星期四 之後 第二天 星期五 就是無酵節開始 數7天 上午 耶穌就被釘 是不是 到了下午 第二天 早上 清晨就復活 但是他數三天復活 不是數足三天的 猶太人的歷法是怎樣的 每天晚上六點鐘 入黑之後 就是明天的開始 所以他不是我們明天才是早上 開始 是晚上六點鐘 就是明天的開始 所以他 星期四的六點鐘 是星期五的開始 星期五的六點鐘 是星期六的開始 之後是星期日 這樣 數三天 不是足三天 數三天 頭尾三天 所以無酵節完 在最後一天 所以我們看看 原來是有這個含意 逆月節 是跟耶穌基督苦難節 是完全相對的 這個呢 給大家慢慢 可以review回來看看 我們看看 你吩咐 摩西教 你吩咐以色列人 耶穌說 神說 你吩咐以色列人 全會 眾說 在初十那天 國家要什麼 要按著每一家 取一隻羊羔 一家一隻 看到了 他們要每一家 全家人 躲在裡面 燒一隻羊羔 拿他的血 淘在門尾上面 以至天使 在夜間的時間 經過不會進去殺他的長子 是不是 那記得 有些預表 你記不記得 以前在羅雅時間 一家百口 也都藏身在基督裡面 受保護 躲在基督的補血裡面 我們就受著這個遮蔭 以後我們看到 在其他的 又有那個拉合 這個妓女 在他家裡面 都得著夠 有一條紅的屍體 綁在那裡 因為他信神 幫助這個探子離開 不會被那些人抓到 好 記得 主餐是什麼 主餐是我們 食主餐 吃主餐 食的意思是 象徵與主聯合 是一個主觀的經歷 是我們自己經歷過的 主動的 不是被動 不是看人 是自己領受的 他的主餐 可以形容什麼 好像我們 生命樹的果子 如果我們選了 生命樹 我們是倚靠神 是嗎 瑪拿 記得嗎 他們離開這個洪海之後 去到這個伊林的地方 他們沒有東西吃 神降下瑪拿給他們 生命 之後我們 在我們新約的時候 我們領受聖餐 這個在如月節裡面的羔羊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如表 我們看到歷史的事件 有什麼事件呢 在歷史上有如月節 如月節有人問我們基督徒 如月節是代表什麼 我們四個字代表什麼 重生得救 如月節代表 神叫摩西 將以色的人 在這個 是的 在這個 維勞之家 維勞之家在哪裡 埃及 是來拯救出來 這個就是整個故事 簡單來說 是重生得救 第二個 在如月節之後 連續七天 就叫徐酵節 徐酵節的意義是什麼 是對付罪 叫我們自己潔淨 我們要潔淨自潔 保守 第三個就是說 投生歸主 記不記得我們基督徒 我們帶回教會的東西 是要投生 是最好的 不要拿一些用過的東西 寧願你不交出來 神不會監你 是要甘心樂意 記得在志徒行傳 有個阿娜尼亞和他的太太 他獻出來給仕徒他們的家產 他說這些就是全部 其實他收起了一些 神有沒有監他拿出來的 沒有 而是他自己甘心的 但是他欺控聖靈 後來被打 被擊死 是不是 被殺死 叫我們為主而活 我們不要欺控 神叫我們甘心樂意來奉獻 不是被迫 不是勉強的 所以我們獻上給神的 包括他們的金錢 我們的時間 我們的恩賜 我們的見證 等等 全部是最好的 那個洪海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受賤 我們經過離開了世界的網絡 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之後有魂柱火柱帶他們 從抗野來帶行聖靈 表示魂柱表示聖靈 火柱是代表神的說話 那這些全部都是預表 所以我們這次是review 不是很詳細的細節 是review一些有意義的東西 看到了 在抗野裏面 當他離開了埃及的時間 神會怎樣帶領他們走 日頭用魂柱 夜間用火柱光照他們 魂柱又預表了聖靈 火柱又預表了神的說話 我們在這裡看到了 哇 這樣清楚了 我們現在又到另一個段落 我看看 我現在還有18分鐘 好像快說了 Regina和我設定了一個半小時 我們說說這件事 為什麼要說呢 因為很多人覺得 我們照傳統來相信 我覺得我們追求真理的基督徒 當傳統沒有證據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要接受 但是當有現在的所謂考古學 給我們有一個證明 一個支持的時候 我們就 既然有考古學出來 我們就要接受最新 神給我們的領袖 什麼叫做傳統埃及的出路線呢 我們都看到了 以前的這個埃及在這裡 他們傳統的埃及路線 就是在這裡這樣繞去的 經過西乃山 西乃山他們說在這裡 為什麼 原來在第四世紀 就是軍事坦丁的時間 但是呢 他的媽媽凱倫呢 就根據他們所發的夢 就認定了西乃半島裡面 一個叫摩西山 Musa 就叫做西乃山 因此成為一千年 從那個時候一直傳下來 一千年沒有人去挑戰它 教會就傳下來當傳統 沒有去找是不是 但是在猶太 但是你看到在猶太傳統 從來沒有提過這個山 在猶太裡面 這個就是以前在 軍事坦丁就是國教裡面所說的 但是去到猶太教的時候 考古學 也都沒有挖掘過什麼證據 所以只是他們說 照跟他說 西乃半島這個名字 後來才取的 現在這個名字 不是那時候取的 是我們現在後來的 新約的人才拿的名字 因此 先認定摩西山為這個西乃山 所以 舊約說他們離開 就在這裏離開 去到這裏 經過 紅海是經過這些沖仔 那些小小的水沖 經過 去到這個叫摩西山 並不是西乃山 這個就是給你們一些背景 你們可以接受它 因為這些不是真理 不是使得你得不得救的問題 是你要去研究聖經 認為它是可靠和不可靠的問題 所以你們可以接受傳統 不需要接受那個新的考古學 我給你們一個選擇 就無謂因為我講的 你們要全部接受 這個就是舊的說法 湘海及 繞過這些沖仔 這些水沖 繞過這些沖仔 經過這些水沖 傳統的摩西乃山 他們其實叫摩西山 所以剛才所講 是因為四世紀的時候傳下來的 好了 這些就是他們的名字 給上去的 你可以接受它 或者不接受它 現在我們看到 以色列人 從哪裏來到過紅海 這裡有看到 我們看到什麼 當摩西帶他們出的時間 可以從這裏去 可以從這裏去 這裡有一個沖仔 可以從這裏去 但是傳統的漢法就是 從西乃半島 西北 西北就是這個角落頭 西乃半島 這裡就是西北 來到過紅海 是難成立 是不對的 為什麼 當地分佈了很多淺水的湖泊 這些湖泊 很淺水的 法老的大軍可以很容易追到他們 淺水是抵觸了聖經很多處的記載 在《二塞亞書》 不是一章十節說什麼 使得海和深淵的水乾淺 使得海的深處變為熟民 經過之路 不是利嗎 這個記著 它經過的地方是深海來的 不是淺仔來的 所以從阿布拉罕的時代 到羅馬的時候 106年 西乃半島一直都是什麼 都還是埃及人管的 你逃不出它的手指納 它的魔掌 所以你依然在這裏走 是逃不出的 所以歷史告訴我們 知道羅馬的時候 還是埃及來管的 所以到處都是埃及防營的兵池 以色列人渡過這個水 這個水域 是沒有辦法離開埃及的手指納 所以在這些地方走過 是不符合聖經所教的 好了 怎樣才符合呢 這裡看到 摩西是可能 怎樣想著 預備帶以色列人走的 記不記得它在米殿 80歲 受呼召的時間 是這樣回去的 所以其實它有經驗 在它腦裏面 它是想著這樣帶一些人走 所以這個是在米殿 記著米殿 在這個地方 在荷烈山 在這裏 所以不是在這裏 可以繼續看 聖經裏面有一節講 出一句十四章 一至三節講 要我說 曉而摩西說 你吩咐以色列人 回轉 安營在這個地方 這個蜜奪和海裡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蜜奪的地方 所以聖經在這一節講 他們走到這裏的地方的時候 神叫它回轉 本來他們想著這樣去的 叫它回轉 回轉什麼呢 神有祂的意思 叫祂在這裏過紅海 為什麼呢 我們在衛星上面 影下來就是這一節 摩西在這裏 行到這裏 回轉來到這裏 它過紅海也在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衛星圖 正式的圖就是這裏 剛才聖經講過這一節聖經 比哈希錄就是這個地方 之後在這裏的深海 過去就是巴力洗粉 就是這個地方 之後就有這個叫做馬拉 馬拉地方他們在這裏 埋怨神沒有水給他們 之後去到以臨就埋怨神 沒有東西吃 神就被馬拉降下來 還有呢 給他們在這個地方 之後去到這個利菲定 又怨沒有水 神就叫摩西擊石 來拿水 所以這些地方是全部這樣經過的 原來之後在西乃山腳 起手來扎營 所以這個是1984年 大約有七個至八個口鼓角的隊 來查到這些地方 查到些什麼東西呢 我這裡看到了 在這個 在這條河裡面 在這個紅海的尾裡面 發掘到一些輪胎 這些輪胎是以前 埃及那些兵士 可能被發佬來到 被這個紅海淹沒了 這些蠔殼 或者那些珊瑚 都黏住他們來建的 所以這些考古學的照片 另外還有經節 如果我不講太詳細 你們回去可以看看 很多經節在講 這個西乃山的北面 這裡全部講經節 在生命記 時詩記 哈蓋書等等 約百記都講 西乃山的北面有提曼 有西爾山 有巴蘭山 在他的北面 所以是很符合聖經 其他經節的上文下理的記載 所以這邊是我們現在 新科學 以及聖經所符合的 那這邊就是傳統所講的 那 up to 你們相信哪一邊 好了 他們過紅海的時間 以色列民是什麼的民族 是不信的民族 他們不相信神 是不是 他還賴摩西 你為什麼這樣來帶我們 帶我們出海 給這個兵來追 不如我們留在埃及 所以我們寧願 在埃及那裡 一時有得住好 神叫摩西告訴他們 聽什麼 你們只要靜默 不要作聲 這個是我們人生 基督徒一個很好的教訓 當我們手忙腳 連看到世界很多事情 攪擾我們 我們很多難處的時間 我們低下我們的頭 我們跪下 我們閉上我們的眼睛 我們不要四周圍望 我們只是向上望 四周圍望 就是望到找律師 找人幫忙 找誰有錢的幫 那些是沒有人幫到的 唯有望上 神說 你們只要靜默 不要作聲 當你靜的時間 神微小的聲音 就在你的心裏面 會教導你怎麼做 當我們騰騰的時間 我們只是聽到什麼 金錢的聲音 有人扔一些錢 我們就會聽到 神的聲音我們聽不到 所以我們要在這些經文裡面 學習我們基督徒的生命 記得了 他們聽不到神的聲音 沒有信音 摩西怎麼樣 憑自信心 舉起他的像 呼神的名 神就借著東風 記得在海裡借著大的東風 將水吹起 洗到一條路 給他們來經過 記得了 神是叫摩西 憑信心做這個神跡的 這個是另外一個view 當離開了那些水 東風吹起的時候 好像牆壁那樣 就怎麼樣 就起手 那些以色列人 有200萬人 我記得嗎 不記得 一直浩浩蕩蕩 來走過那個深海 不是淺水來的 是深海 在出海及的十四章二十二節 你看到後來他過了洪海之後 去到一個地方叫做什麼 叫做馬拉 馬拉的地方 他們說看到一些水很苦 在那裡埋怨 神就叫摩西 將一個樹 扔到水裡 就變成田 這個是其中第一個神跡 我們也在這裡學到 我們破除這個就座 環境的順復 為什麼我們要順復神 我們一直要經歷過這些阻攔 但是我們用信心來遵守神的界命 我們病可以醫治 所以我們在熟靈的生命裡面 是受到很多阻攔 神就讓我們看到 你是否要順復神的心 還是靠你自己 後來去到一個地方叫做耳臨的地方 他們又怎麼樣 又埋怨 去到一個利非定的地方 又說沒有水 神就將活泉的水 叫做摩西 撥到石裡 流出來 所以是我們基督徒生命的一個寫照 記得了 在耳臨的地方 他們埋怨兩樣東西 什麼 沒有得吃 沒有肉吃 是不是 所以自此後 由馬臨 在馬臨這個地方 四十年 一直去抗野 離開抗野 還沒進這個 耶利哥城之前 一直以色列人 每一朝起床 神都會降下馬臨 馬臨是什麼 我們看到馬臨在天上降下來的 日頭曬它會溶的 它是白箱的一塊小圓塊 它是一些種子的形式 它是白色的 它的滋味是很甘甜的 很甜的 和好像薄餅一樣 它可以有幾種方法 可以煎它 或者來烤它 每人都可以拿一個兩公升 有份量的 不可以亂拿 是有份量的 多收取也不會多到 你會溶了 你少的也不會少 神會供應給你 所以我看到 神藉著馬臨 給我們很多熟靈的教導 是不是 我們看得到了 熟靈的教導是什麼 這些就是熟靈的教導 我們不要一復十寒 我們不要只是 一天裡面 拿很多 撿很多馬臨 我們好像讀經一樣 我們要有規律 是不是 我們可以查經 可以默想 可以敲可以煮 我們有很多風法 來親近神 神的話語是甘甜的 神的話語好像結伯正直 是不是 有生命的 是不是 我們每一天清神 我們讀神的經的時候 最好是什麼 有一個時段 有一個schedule 我們早上一起來的時候 就接觸神 整天我們都得著神的供應 是不是 所以這裡神的 在馬臨那裡告訴我們 一個熟靈的教導 好了 我們讀完 出開及記的時間 我們知道 經常都說 因為我們旁觀者說 以色列人是沒有信心的 一樣都埋怨神 是不是 我們是 怎麼說 我們看它的時候 就懂得這樣批評它 當我們在 他們的光景的時間 可能我們比它更加差 一樣樣樣都埋怨神 是不是 所以我們總括了 包括了 黑色這些字 我們沒有人讀 在文素記裡面 他們也有埋怨神 但是我們在出開及記裡面 有七次 看到過紅海的時候 埋怨神 追兵 你留我們在埃及好過了 不用我們餓得那麼辛苦 是不是 在馬拉的時候 研那些苦水 是不是 在這個伊林的地方 又說沒得吃 神給它馬難 是不是 有暗春 另外在尼非定的地方 也有給馬難 鵪春等等 到尼非定的時候 又說沒水 神叫摩西亨洛的石頭 就有清甜的水 去到西乃山 他們拜金牛 神是最痛恨他們的 忌邪的神 所以這些全部 在出開及記有說的 十次來試探神 神是不備受試探的 知道嗎 神是不能夠被人試探的 但是有一點 我們要記住 神准許我們試探的 誰可以告訴我 神准許我們試探 一次在聖經裡面說的 在馬拉基書 好像是第三章 我忘記了 第十節 是說什麼 你們要奉獻 是不是 天上的窗戶就會打開 好像洪水這樣湧下來 我的福分多到你們接不住 神就叫你試試我 神就給我們每一個基督徒 在這樣可以試探神 你夠膽 好像你出了糧 你不要等到去月底才奉獻 一出糧 你就已經給你奉獻 因為你的信心說 神啊 你給我做工作 有一萬人 其實有一千人 你一早就在奉獻裡 我是有信心 我九千元是可以過到活 不會缺少的 就不要等到月底才說 我用到真的有剩一千元 我才給神 那你就沒有信心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很少的東西 慢慢訓練我們大的信心 其實呢 我們基督徒是應該先奉獻 因為神不是因為我們奉獻才能夠有榮耀 是神知道我們有感恩的心 好了 他們在這個尼非定那裡 就埋怨了沒有水 神給了水之後 後來就有什麼 就有這個阿瑪利人在那裡攻打他們 是不是 攻打他們的時候 怎麼樣 他們要組織兵隊 那他們就從這個阿瑪利人 來打仗 他們打不夠人 但是摩西怎麼樣 在高山上面 一舉起手的時候 呼召神的名字的時候怎麼樣 他們就贏了 但是累的時候 手一摧下來 就怎麼樣 他們就輸 輸 所以這個故事教訓我們是什麼 我們討告是需要什麼 有同伴的互相扶持 討告我們才有力量 當我們有難阻 有悲傷 有很多阻難的時間 我們除了自己討告 我們需要代討 我們需要有屬靈的基督徒 為我們同一時間 為同一件事來討告 我們有持續的 不是一撒那點做一次的 是有恆心 有信心的 所以這個故事是教訓我們 信神的時候 我們討告的時間 是要有一個持續性的 接著是怎麼樣 接著完了這件事 我們看到這個叫葉心羅 是誰來的 是摩西的外父 他就來到尼非勁這個地方 看到摩西就很提騰 就很忙 經常都因為那些小事 就要審判了 那他就很不空 200萬人 我不見了那隻雞 我都去找摩西 那摩西怎麼做 那就很不空 之後他就建議給摩西 要找一些什麼 一些敬畏神 誠實無妄證的人 這個恨不義之才的 這類人呢 做領袖 是的 做領袖 審判了一些案件 比如這些是屬於千夫長 百夫長等等 有這些身份的 在這個畜牢教的18章19至21節講 用來審日常的小事 留一些大事給什麼 摩西 摩西是祭司 祭司的身份是什麼 是求問 為什麼 是代表所有的人 來向神 來求問 另外一個責任是什麼 是教導 教導神 向人 來說話 將神的說話 來教導給人 所以祭司是兩個身份 好像牧師一樣 兩個身份 所以我們看到 摩西他是祭司的身份 另外請一些 好像我們現在的執事 記住他說 我們執事是為教會 做一些很小事 好像我們的administration 教會的交什麼租 打理清潔 有什麼行政的事情 不要麻煩牧師 留那些靈命的事情 給牧師在神面前 為我們來申訴 為我們來安排 所以執事是有這個責任 好似這些領袖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舊約的時間 我們在新約裡面 很好來利用 在西乃山那裡 神就跟他們立約 是什麼 告訴他們 你是屬我的展民 是祭司的角度 是聖結的角度 就是跟所有的以色列人說 我給你一個身份證 你就是我的三個身份 三個身份 是不是 所以在那裡立約的時候 就有這幾個身份 給了人 我們新約的時候 當我們去教會 我們信了主的時候 我們也有這三個身份 記得了 何烈山在這裏 之後就在焚燒 去到何烈山 另外一個山峰 在這個西乃山 現在差不多 一個半小時好了 我要很快講一講 先停下來 十屆 我們不知道什麼叫律禮 律禮原來是十屆裡面的細節 點章就是律禮裡面的刑罰 那些這樣的戒條 所以我們知道這些東西 就知道裡面的細節可以怎麼找 十屆前面的四節 是講聖的 聖的 是向神的 後面的六節 就是結靜 向人的結靜 我們要自結的 所以立約的時候 原來有一個儀式 你看到 在西乃山下面 神就說 有這種 有回應 讀了祂的律禮 之後要灑血 之後就在神面前 來聚餐 這些就完成了 立約的儀式 在西乃山裡面 在第三天 到了西乃山的時候 在如月節 之後第三天 就跟神顯現給祂看 這裏看得到 日曆這裏看得到 是不是在如月節 他們在15號 1月15號 就去出埃及 是不是 之後經過了50天 這個就是如月節 就好像我們五巡節那樣 就去到第6號的時候 就到達了西乃山4號 第6號那天 就在西乃山下面 就立約 這個立約的情形就是這樣 長老就在山腰 民眾就在山腳 約書就在這個等候 在山高處 之後呢 摩西就進去魂裡面 40天 神就意會給他聽 如何來蓋這個會幕 很快講講這個會幕 因為我很想讓潤春知道 原來我們會幕裡面 有很多深層的意思 會幕是一個神和人 在地上可以相遇的地方 還有頒布律法 是不是 所以神和人相遇 是不能夠見到面 因為見到面就死 但是神給了一個方法 就是一個會幕特定的地方 特別的設計 會幕裡面有幾樣東西 我們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在會幕裡面有一個立方的地方 叫做智聖所 叫做約櫃 是沒有人可以進去 除了祭司 一連一次進去 外面有三分之二的地方 叫做聖所 就有神設餅 和這個金燈台 它預表什麼呢 預表就是神的話 是神的聖子 屬於生命 屬於生命 因為是接引給 是第一位的保衛斯 派下來 這個外面就是聖所 裏面就是聖聖所 裏面有約櫃 約櫃代表天父 這個就是金燈台 代表聖靈 七眼 第二位保衛斯 就是聖靈 OK 這個上次Polly說過 就說不記得了 裏面是怎樣 可以回去review一下 剛才就是講了 我一樣一樣講 講了整體 之後裏面又講這個細節 之後講這個細節 再講這個細節 現在我們講的 在智聖所裏面 就有這個約櫃 約櫃裏面 在外面沒有掀起之前 就有這個叫詩恩座 神的詩恩座 有基勒柏來做保護次 它是用包金的 這個操駕木是代表人 人是扭曲的木民 是很叛逆神的 但是包金 神是屬於 這個叫做 金是代表神的屬性 將它們包住 這裡有兩條槓桿 就叫我們 經常要緊抓住 神的屬靈的東西 不要離開 我們在這裡看到 就是這樣的意思 我們掀開這個約櫃裏面 看到一樣東西 三樣東西放在這裡 第一就是 雅倫的象 雅倫的象 就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見證基督已經死了復活 是神所立的大祭司 另外看到 剛才說的法版 就是 摩西在山上領出來的十戒 舊約就是解釋在這裡的十戒 新約就是見證神的新約的福音 另外這個馬拿的罐裡面 就是舊約裡面 就是見證了神的供應 他們肚餓沒有東西吃 神供應給他 所以新約就是基督徒 所賜的天上的屬靈的糧 就是神的華語 所以這裡看到裡面的 另外一種解釋就是 那支象就是道路 耶穌說什麼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那塊法版就是真理 耶穌就是金罐裡面的馬拿 就是我的生命 後來現在講完法櫃裡面 就是講這個陳切櫃 這個陳切櫃上面有一個陳切餅 陳切餅代表什麼呢 陳切餅就是 代表耶穌就是生命 這個食糧 無敲餅 那個金牙就是我們基督徒的被神改造 來雕刻出來的 現在這個會幕裡面看到了 神與人預備的地方 能夠在地上見面的地方 就是這個會幕 外面有一個叫做外院 有這個叫做梵祭壇 燒了這個獻祭之後 洗乾淨祭師 才可以進去聖鎖 聖鎖後面的智聖鎖 這裡是怎麼建造的呢 原來每一樣東西都有意思的 裡面呢 你看到 這個原來是萬子 第一層是蓋子 第二層呢 就是這個山羊皮 第三就是公羊皮 第四樣就是海狗皮 那麼第一樣呢 這裡進去的時候 祭師進去的時候 也是萬子蓋子的 進去的時候 原來第一層是怎麼樣的呢 我們這裡看一看 以前我們用了很多時間講的了 萬子一幅呢 是有大約四爪 四爪的闊度 那萬子代表呢 教會 代表基督 是一個傲備 一幅裡面 裡面有顏色 有不同的基路牌 一、二、三、四 基路牌不同的形象 然後它有個顏色呢 麻細麻布代表公義 藍色代表淑天的 之後呢 紫色代表君王 你看到我們新約裡面的聖經有講 朱鎔色代表救贖 這幾樣東西呢 就在彼得前書裡面有講了 我們成為什麼 簡選的族類 君尊的祭師 聖經的角度 和屬神的子民 就在這裡了 而這個萬子呢 代表教會的特質 就是這四樣的特質 裡面有的責任就是什麼 我們要宣揚基督的福音 就是我們的責任 那你一幅萬子就是這個樣子 那其實這個 這個整個匯幕裡面是多少萬子呢 這件事呢 我們很想再重溫 因為我們延傳以前 沒看這個舊約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的 原來在摩西裡面教導的 神教導的 你有五幅萬子 五幅萬子 左右兩邊不同的 右邊呢 代表什麼呢 原來是預表了猶太教 和外邦的教會 左邊就是猶太教 右邊就是外邦的教會 那麼 耶穌基督說什麼 我另有外面有羊 不在這個羊圈裡面的 即是不在猶太教裡面的 我必領他們來 他們要聽我的聲音 並且成為一群 歸給一個牧人 是誰呢 在說我們這些新約的教會 和舊約的人說 怎樣才會聯合呢 原來要將兩幅要聯合在一起 怎樣聯合呢 原來有些扣 有一個藍色的扣 你看到《初開及記》裡面有說的 有這些扣 另外有金扣 就是將這一堆東西 聯合在一起 所以呢 新舊教會成為一體 原來會幕裡面有這麼大的意義 我們完全不知道的 有五十個金扣 將它的萬子來扣字 成為一個帳幕 那原來有深遠的現身 這塊萬子呢 就是剛才所講的 兩塊變成一塊的 第二塊就是公羊皮 山羊皮 白色的 山羊皮有點特別 本來有哪個 萬子有五塊 這邊也有五塊 但是山羊皮不是 有六塊 每一塊的闊度 是和萬子一樣的 三十爪四十 是不是 山羊毛做的 兩塊怎麼都黏起來呢 這裡有六幅 這裡有五幅 是不是 怎麼黏起來呢 原來和萬子一樣 一樣有鉤 來黏起來 但是它的鉤呢 是什麼鉤呢 是用銅鉤來做的 不是金鉤 裡面呢 兩幅都黏起來之後 之前你看不看呢 這個是山羊毛的 是不是 下面這一塊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剛才的萬子 但是萬子呢 不是三十爪的 是二十八爪的 所以凸了一爪出來 兩邊凸了一爪出來 是不是 那麼你看到呢 如果我們在這個 聖所裡面 仰視圖 就是說我們岳高的頭 我們站在這裡 岳高的頭呢 看到最底的那層就是萬子 萬子上面那層呢 就是這個什麼 就是山羊皮 這個山羊皮 那山羊皮 你們看到了 這個就是我們站在裡面 岳高的頭看到 看到的是萬子 是不是 聖所至聖所 只有十爪那麼闊 我高的頭看到的時候 有萬子 要表基督的身體 猶太教會 和外邦教會合一 那我們看到了 以自己的身體 廢除冤藏 就是新藥舊藥合一 那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不懂得解釋的 就是記得這個山羊皮 這裡呢 為什麼會凸了一幅出來呢 我這裡看到了 他叫我們原來 他叫我們把這塊摺了上去 為什麼要摺上去呢 原來解釋就是說 山羊皮 記得在馬大福音講 山羊是代表罪人 綿羊是代表好人 山羊皮 就是說我們這些罪人 是整天都要凸出來的 讓到自我中心 不聽神講的 走在神前一步的 所以神提醒我們 我們要摺回去 收拾自己 摺了上去 這個就是 為什麼有六幅的意思 摺著了摺了上去 我們看到了 聖鎖原來又有三十爪 那要怎樣才摺起來呢 你看到陰影了 後面那一部分 把它翻了下去 看不看 覆了下去怎麼樣 摺了下去就是聖鎖 摺了下去就是沒有了 是不是 好了 左右邊又怎樣 又是摺了下去 變成怎樣 又是變成了聖鎖 又變成了這樣的樣子 剛才講得很短的時間 大家不明白 現在重新一次 又沒有變成有 萬子之下 上面有一幅是山羊毛 山羊皮 但是凸出來的 神說你們代表罪人 你們要怎樣 你要自己收拾自己 將它覆了上去 不要走在神的前面 之後再給什麼 再給一層紅色的 這個公羊的皮 代表耶穌基督的血 來救贖 再加一層什麼海狗皮 是肉外表很醜陋的 但是能夠抵擋很多難阻的 在沙漠裡面能夠抵風抵雨的 所以四層的這個就是海狗皮 就是剛才所講的這麼複雜 但是其實很有意義的 這個是回幕 我大致講完了 其實回幕是代表教會 現在的教會 其實以前沒有教會 以前就是用回幕 但是回幕是教會的意思 裡面就有什麼 有這個聖鎖 用什麼做的 操甲木做的 操甲木是代表罪人 因為是紐紋的 但是操甲木是給這些金來套字的 金是代表神的屬性 把我們的罪人包住 銀呢 它有銀座 每一道有銀座的 銀是代表神的救贖 那整支呢 就將它一條條的銀在這裡 連起屋這些全部都有 有五個根山這個山 穿實了 看不看到 前面有一半是穿著了 記不記得是猶太教 穿著了 後面有一半是我們新約的人 中間有一條穿了 將兩邊聯合了的門傘 將兩塊木板來穿起了 所以新舊約是走在一起的 兩邊都是這樣 看到了 新的A教會 B教會 其實它有一個 中間有一條長的紅色的 將它穿起來 就是整個聖鎖 是新舊約教會 不同的教會 是連成一體 聖鎖和智鎖 我們看到很清楚 在上面看下去 是剛才那些數甲木來整成的 下面有一些銀座 銀座代表救贖 金座代表 Sorry 銀座代表救贖 銀座代表審判 這裡看到了 剛才那個智聖鎖 智聖鎖前面有一塊萬子 萬子有四條柱 四條柱 四條柱代表什麼 代表四福音 前面 在聖鎖前面 這裡是智聖鎖 這裡是聖鎖 前面祭師進去的時候 有五條柱 五條柱代表摩西五經 也都有萬子經過 來遮住了 我們看最後 會幕外面有一個外院 外院是祭師來燒那些繁製 燒製物 燒完製物才進去這個會幕 外院就是一個得救的地方 好像我們現在信了主 我們只是在外院 未進入得性的地方 得性的地方是什麼 得性的地方是聖鎖 所以我們很清楚讀完啟事的地方 我們現在還在外院 外院的地方 所以我們時時警醒 外院是什麼 外院裡面就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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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滴盤 智聖所裡面就有榮耀 得性之後得榮耀 當我們基督徒得救了 入到智聖 聖所裡面就得性 聖所千禧年過了之後 就去到什麼 去到新耶路撒冷 就得榮耀 這裡有 裡面 聖所裡面有四樣東西 有金燈台 有這個祭壇 有樹的金板 還有這個陳設柄 那就代表這些這樣的東西 那就看到了 最後了 外院裡面 全本用很多銅的東西 銅是代表審判 記著 銅是代表審判 釘啊 全部都是審判 用這些是釘的 好了 這個 梵濟壇呢 是怎樣 用這個 操甲木做 用金來包 這個籠呢 這個籠呢 這個籠是怎樣 大家看不看到 原來這個籠呢 這個面子呢 就在這裡來的 將這個操甲木的東西 一吸進去 這兩個洞 就是這兩個洞 就是用一條木穿著 所以這一條棍呢 這裡都是金 這裡就是這裡來的 那實際上 這個操甲木的東西 木呢 就一蓋上去 就變成這樣了 這個就是梵濟壇 扔一些製生來燒的 那這個就是梵濟壇 代表十字架 好了 結淨這個洗滴盆呢 就是當它燒完製絲 手有血的時候呢 骯髒那太的時候 就要結淨了自己 然後才可以進什麼 結淨了自己 然後才可以進去聖鎖 所以這裡呢 全部預表了 這個門口就是 基督說什麼 我就是門 凡從我那裡進進來的 才是得救 就是耶穌基督 這個就是講耶穌基督 這裡呢 就是進入門的途徑 經過這個梵濟壇呢 就是受淨 這個得救的呢 這個就是受洗受淨的地方 所以看到這些顏色 這些全部都有這個 這個萬子的顏色 就是在這裡解釋了 代表基督 所以整個會幕呢 一眼就看到 在外院 我們現在都還在外院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進入 現在到最後講了 祭司 大祭司一年才可以進入 Rose 你已經說過了 哈哈 怎麼了 說了沒有Rose 哦 沒事 你上次已經說過這些 這些 OK 上次講過了 不是 講國語那個人沒有聽過 OK 行 沒關係 現在還有五分鐘就完了 OK 現在就是祭司 祭司一年一次可以進去建制 為以色列民來贖罪 祭司原來呢 摩西上去在西亞山四十天 也都給神給他 說怎麼做祭司的符 來到親近神的時候 要怎麼穿 祭司呢 現在最底有一個底的袍 之後呢 有一個白色的袍 之後呢 就有一個藍袍 之後呢 有一個叫做以忽德 那再感染的叫做肩帶 肩帶之後呢 有一條腰帶 腰帶 上面有一個薄的紅馬腦 紅馬腦上面有一個金的蟲 用來勾著那個肩帶 那前面的胸牌 我們最重要的注意 原來有十二個寶石 代表十二支牌的名字在這裡 它吊著在那裡 就要扣著上面的金蟲 金蟲 再有呢 就是金太 這個藍太 上面有個金官 在金官上面 黑字的耶和華為聖 歸耶和華為聖 那這裡看到呢 有一件事我們不明白的 就是說 原來在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牌那裡呢 空牌裏面呢 有十二支牌的名字 這裡有一條縫的 空牌裏面有一條縫 就塞了兩顆東西 這兩顆東西呢 就是以前祭司有些不明白 要打仗不打仗 有些事情不知道怎麼做呢 就進去致政所 就求問神 將這個污名土名呢 就扔出來 那就是土名就完全 污名就光明 那如果扔到土名的時候呢 就說去 去做吧 這樣 求問神的一個 問尖的方法 那以前祭司就用這個 就塞了在這個中間 塞了在這個中間 而下面這裡呢 有些靈 這個靈 掛字在這裡 當一連一次贖罪日呢 祭司進去智聖所裡面 他們就有一條繩 綁著祭司的腳趾 當他進去的時候 走起來就叮叮噹噹 突然間如果祭司死了呢 他們不能夠進去 平常人不可以進去 因為一進去就會死 所以他就定著他的腳 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就是摩西告訴他 祭司的做法 另外一種叫普通祭司 剛才那個大祭司 普通祭司呢 就很簡單 就是這樣 白色 是的 雅倫的兒子 全部都是普通祭司 雅倫自己就是大祭司 之後雅倫死了的長子 就成為大祭司 其他的兄弟就是普通祭司 那這裡看到了 雅倫的兒子 就全部普通祭司 那他們洗身之後呢 就削聖袍 之後呢就被高 雅倫就高他們普通祭司 雅倫就被摩西來高 然後呢就要獻這個贖罪 那獻完贖罪 之後呢就做一個另外的承接制 就是好像按下了牧師的祭司 來成為一個祭司 這樣這個就是祭司的禮儀 那他講完呢 就是摩西有三次 在西來山有四十奏夜三次的 不是一次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 在聖經以為一次四十奏夜 其實有三次不同的日子 你們現在可以翻查看一看 到二月呢 對了你們回去 在這裡可以對一對 看著聖經逐次來查 那他完了在西來山下來之後呢 聖經就說他之後就開始 有幾多 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月呢來製造回幕 回幕就照剛才我們講了這麼多 很長篇大論的東西 照足神的意思 用什麼做 怎樣擺 怎樣來到前後的尺寸 用這五個月來做好回幕 在一月一號呢 就成立了回幕了 意思就是到了西來山之後 一年之後呢 會幕就建成了 但是呢 記得當他最後到西來山的時候呢 摩西看到他們拜金牛 是不是 摩西在這裡 看到他們拜金牛 就很生氣把那個法板扔碎了 之後再上去西來山 神就再叫他另外再寫過一套 這些就是大家可以看看 《栽及記》有講了 扔爛了他 這個我們看到了 也都可以大家慢慢上網來看 原來立約有很多個約 舊約裏面 全部有很多個約 舊約裏面 我們可以看到的經節 不同的約 那我就不再詳細講 這裡呢我想講講 可能 大家可能漏了 我們經常講新約 舊約有什麼不同呢 原來舊約是講什麼的 舊約是講創造 人的破壞 撒旦的破壞 之後呢 舊約的人要守律法 但是新約是講什麼 是講神的計劃 是講神的應許 是講神的恩典 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是應驗 舊約是講這個影子 後面就講應許 是不是 我們如果不明白他講什麼 我們都看到了 慢慢上網可以看到這個意思 這裡再經過看得很清楚 我呢 下一次是講的 最簡單的 畢竟借著順福 我們有信心 但是在新約裏面 也是用信心來體現到耶穌基督 是不是 舊約是講群體的 新約是講個人的 舊約呢 基督是 基督的死是為終結的 耶穌在十字架上死是完的 舊約 新約是基督升天 基督的死了之後 耶穌升天是開始 教會開始的 開始 神的啟示 就在舊約那裡 但是原備了神的啟示 就是新約啟示錄 是否記得 所以我們看到 新舊約是不能夠分開來讀 不能夠說我喜歡只是看新約 不看舊約 原來兩樣東西是缺一不可 所以我也看到 舊約 如果沒有新約 就不能夠完全 並且 靠著新約 能夠完全 準備 所以你看新約 一定要有舊約的意表 看舊約 你就知道將來有什麼會發生 所以今天我在這裡 就完結了這裡